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怎么样 知道他爸爸故事的消息吗 不知道 还是老样子 记忆停留在六岁的时候 这也可能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吧 今晚是不是我们可以不用去了 让路程的小子好好发挥发挥 可是都已经说好了 再说了 路程这些年确实帮了我们不少 请他吃饭是应该的 那晚点去没关系吧 去什么去啊 他现在怀孕你不知道啊 发什么癫呢你 妈 你怎么进来的 快走开 姑娘啊 你现在害喜怎么样啊 我跟好几个大学校长 都打过电话了 孩子以后入学啊 都不是问题 你不是要跟路程吃饭去吗 不 我俩一块去 你自己去 还不走啊 还不走啊 姑娘啊 你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 直接跟妈讲 我就是你亲妈 你要是这个害喜不舒服 对我有抱怨发脾气 都是可以的 在一起 在一起 别别别 路程 你太客气了 我有喜欢的人了 不是 你喜欢的人不应该是我吗 你看你看到我跟笑得跟招抬猫似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的女孩都这么不自信呢 我明明可以放下姿态委屈自己 和你们在一起的嘛 可你们怎么就承受不住呢 我 警察 这是你的一百零一次表白失败了啊 再见 再见 这就是我和王子的爱情故事 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